從來就不是吃不吸乳滋體 而是我對乳滋體相信我對乳滋體的看法 當我心裡先相信我對乳滋體會過敏 就算乳滋體不是我過敏 我的身體也會安慰這份相信我對乳滋體 而是當我放下了這個信用 當我再吃到乳滋體的時候 自然就不會有任何的